就是说神灵在修人也在修 像我们每次去烧的一炷香也好 或者是做的一件功德也好 这些功德回向给谁 回向给我们的主灵啊 那我们的主灵过得越好 那相对的我们的生活里面 也会越安定越稳定 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 如果是看不到的 或者是你想不通的 又有一个导师可以在你旁边 帮你解惑的话 其实人生要过稳定 不管是求财 稳定 桃花 感情 事业 其实都是要多方面去圆融的 就像你之前讲的主上有德 是 确实 然后只顿才会有福 确实 快点快点 要开始了啦 现场准备 五 四 三 二 新闻800款 你爱听 折一款 爱瑞克隐新闻 我来说 你来听 大家好 我是志华 我是钟勋 欢迎收看爱瑞克隐新闻 你想要听的新闻没法都在这 我们这一集 再度邀请慧俊老师来干嘛 大家好 我昨天梦到我变得很有钱 你每次都把梦到你很有钱 梦到很有钱 那你知道 做了什么样的梦可以变有钱吗 我现在在想这件事情 好啊好啊 那我提供大家就是三个梦境 让你去做心理准备好不好 好 做完不要紧张 如果不一定要你不要骂老师 你不可以骂老师 如果第一个你做梦 梦到了你受伤 流血 一定要看到血红红的 不要怕 这个时候就在告诉你 有发财的机会了 因为见红发大财 第二个 如果你真的梦见你在地上捡到钱 那就代表你真的快要捡到钱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一般我们常梦到的就是 一条蛇 黄金蛇也好 青蛇也好 白蛇也好 这也是土地公在告诉你 你快要发财了哦 所以呢 你可以到土地公那边去告诉土地公 你是谁 你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梦 然后呢 如果有发财的机会 你来接收了这样懂吗 志华你是不是你有梦到这三个 不不不我刚刚老讲到那个蛇啊 我必须要讲 很多人就说其实蛇是土地公的化身 土地公的女儿 哦土地公的女儿啊 对 为什么是女儿 就是女儿嘛 哦 那如果我梦到青蛇跟白蛇呢 就是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啊 对啊 没有那个就是那个青蛇传 那个白蛇传 你们想太多了 哎 不过我们讲到说就是 人家说那个梦境梦境还有就是征兆 就很多人说我梦里面会梦到很多东西 那梦里面的各项的征兆 跟现实上面是真的会有关系吗 哦 有时候 有的人他会 尤其是 已婚的女子他想怀孕 对 那他通常会 假设他做了一个梦 就是 胎梦 胎梦 对 那什么叫胎梦 对 呃 你现在都知道我的梦是什么 对 我讲我胎子 那真的吗 就是像有的人 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说蛇吗 那蛇有可能在树上 有可能在地上 但也有可能这条蛇是进入你身体 这也是送子哦 哦 这也是在告诉你 你可能即将有怀孕的机会 老师一早就在开车 开车 哈哈哈哈 好 请说 什么意思 开车 你说蛇进到他的身体里面去啊 这就是老司机坏坏的啊 这是什么样子 没有啊 没有没有 这个就是梦境里面就是征兆 这是一种征兆 我们通常这个节目都几点播啊 我们都几点 没有我们都晚上啊 晚上那就可以那就可以了 志华你不要一直往歪 我们是很正向 真的有人梦到蛇之后他就怀孕了 对这也是神灵来送子的一种 对那还有很具体的就是梦见观音来送子 观音 对那就是很具体 对 然后送子观音送子给你 然后就怀孕了 是梦见观音 是梦见梦见 就会送子还是要 一种征兆嘛 那就是怀孕 那如果我梦到那个紫气东来 然后一条龙这样子 嗯好啊 那就是赖清德要出现了 不是是志华要选总统了 没有是中心要选总统 但卖太嗨哦 你们觉得梦境怎么做都可以 对你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我是刚刚讲到送子这个我要分享 我最晓得那个女儿啊 我隔时 也是有胎梦 有我老婆有梦到胎梦 她我们隔了十年才生这一个 然后有一天就是我老婆还没有怀孕之前 有一天她就梦见说 她梦见她爸爸跟她哥哥 然后跟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一起玩 然后我那个哥哥 还在吗 他很在啊 他很寄望 他很希望说他有一个女儿这样 然后他就跟我哥哥恭喜说 哎 哥哥我梦见你 你有你的儿 对跟一个很可爱的女儿 然后一起玩 还跟爸爸一起玩 然后他就想说这很理所当然是跟他这种岳父吗 还有他哥哥 所以应该就是他哥哥的女儿 结果没想到我老婆 是你们的 对 哦 对 我们为了这件事我们说 我拜托你不要再乱梦了 太可怕了 所以你现在几个 我三个啊 够了够了够了 对啊我够了 不要再梦了哦 对对对对 中勋的老婆不要再梦了 就很多的讯息是透过老婆的天线 但是他的理解力就就没有办法说去完全理解出来 这个梦境要告诉你什么嘛 就是没办法解答翻译的那么正确 对但是他可以收到画面 然后收到讯息这样子 所以你看哦 像很多人不管是预知梦 或者是托梦 或者是征兆梦 其实呢 有时候我们都还是需要透过那个解梦大师 或者是来寻求就是林学老师来帮你解梦这样子 那其实不管梦境怎么样 尤其是我们梦见过世的亲人的时候 我的爸爸我很怀念他 那我在他过世之后我梦见他 我看到他的一个影像 或者甚至是就是不管他是怎么样 但让我看到了 其实他就在抚慰我的心灵 对他至少让我知道说 他从透过梦境来告诉我说 我过的一切都很好 我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是过得很好 让我放下心 所以有时候托梦 他并不一定是代表什么意义 而是抚慰我们一些私亲啊 思念 然后止痛疗愈心灵的一个梦境 所以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需要去追根究底 把它探索到什么意义这样子 那如同发财梦 对这件事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我想要发财 一样的道理 我做了这个发财梦 但也有可能我没有发财 对 但也有可能我没做梦 但我发财了 因为你做的是白财梦 对啊 老师有没有梦到什么梦啊 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接下来就说 你梦到这个梦 那就告诉你说你接下来危险了 你一定要到宫廟或者到什么样的宗教场所去过一下会期的 有没有你的信徒跟顾客有这样的经验 好啊 如果今天我连续哦 我连续一直做我被车撞的梦 就是不好的 我连续一直做这样子的梦 所谓的连续就是三次以上 那这件事情呢 你可能就要到你的宗教信仰里面 去寻求答案跟慰藉 对 我们不需要具体的去说出梦境是什么 但是呢 只要是让你忧心 然后是不好的 甚至是有的人梦见说 我被人家杀 或者是就是让你自身危险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做寻求慰藉跟解答的 跟事实上就是说 当你忧心的时候 你去寻求的就是一个稳定 帮你化解 对 老师都会提供你化解的方法的 老师那有一种就是比如好 以这个死掉的亲人来讲 那有的人会说 哦我好想梦到他 但我一直都梦不到 为什么他都不来入梦啊 或是让我梦见他 嗯 对啊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讲真的 他没有让你梦到 就是我 我的爸爸走了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让我梦到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如同 频道一样 就是频道没有对上 嗯 然后他没有让我梦到这件事情 如果我很困扰的话 或者是他会很难过 我很难过 为什么爸爸那么疼我 然后没有让我梦到 你可以到就是他的塔位 去跟他就是透过塔位 或者是透过家里的牌位 你可以跟你的爸爸 你的祖先说 我很想念你 对 然后我现在只能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传达我对你的思念 这也是让你可以 慰藉你心灵的一种方式 并不是只有透过做梦 你才能够见到你的家人 你也可以透过他走了之后 在牌位里面住的住所 或是塔位里面 你可以跟他说你到底怎么了 你想念他这样子 直接面对面讲话比较快 不过老师有人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你梦不到你的亲人 就代表说他其实已经去修行 而且非常功德圆满 你梦不到他是好事情 不是有挂念 对这个是有这样的说法啦 对因为我梦到他 跟梦不到他这件事情 不代表他是不是去修行 或者是未修行 但是至少他没有让你 就是挂心 也没有让你觉得说 要告诉你什么 但是我们在灵学上面 我们就会有一个愿望 希望他就是圆满 然后跟着菩萨去修 所以不需要回来告诉我 人间的凡事 俗事这样子 老师那我就有两个问题 就是有两种状况 我们先把它分成两种状况 就是说我真的梦不到 死掉那个亲人 然后一种是他非常开心 就是说他真的去修行了 然后如果你譬如说 老师我想要请你帮我 可能我要请你小姑帮我通灵 然后请王者来附身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王者 你就怎样抓不到那个灵 因为他真的会修行 或者是今天你要他 他还没有走 但是你要抓他来 但是也没有办法抓上来 有没有做两种情况 这种情况可以请老师 帮我们讲一下这样子 有些人像我们有观落婴的经验 那也有就是鸡身鸡筒 他下去地府的时候 是钓不到亲人的灵的 那是为什么 对那通常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可能他的 在地府的关卡 他还没走完 钓不到他 对那第二个就是 你知道通常在观落婴的时候 我们会护场的兵将 然后会有森林 就是下去打通路 那有的亲人他比较害羞 他是没有办法马上就钓出来的 因为我们人有三魂七魄 但是我们有肉体 灵是没有肉体 他是很慢的 他是一个无形体 那也是先前的个性的关系 他比较害羞 所以他是不敢出现 对所以这个就要看 知识者怎么样去跟兵将 或是祖先沟通说 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必须跟他解释完了 然后再请他出来 都有种种的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要掉到出来有可能 因为个性的关系不会出来 对因为我们亲人往生后 他还是持着他本来的个性 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 他是好好的过去 然后有可能去修行 然后你怎样掉他的脸都掉不到的 有啊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对他就是去修行的 那有几个方式来确认这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梦也梦不到你的亲人 然后掉也掉不到 观落音仪式各方面都掉不到 那你也可以从你的宗教信仰里面 你去跟神灵确认这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给自己一个 就是跟神灵沟通的 划备的方式 然后来确认说 我的亲人是不是去修行了这样子 对这也是你 你就梦不到啦 就不必梦 那他去修行 那如果你要让自己安心 那你就去把握来确认这件事情 所以你有没掉到过了 我有没掉到过的 真的 那是怎么样的情况 那你怎么跟 他不愿意来啊 因为 他还在人间 他还在灵界 我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不是机身 我是直接跟灵沟通的 但是他的就是他的亲人 他就不愿意出现 对 那他不愿意来 我们也是会跟在世的人沟通说 你们先前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通常不会莫名其妙的 亲人要见面还不来这样子 一定是有个缘由 所以你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他不出现 第一个有可能他去修行 圆满了 不会再出现 第二个是他不愿意来 那有事情要调节 然后怎么样去跟这个亡灵做沟通 或者是他们确实是之前有一些事情这样子 跟人在办事一模一样 那怎么确认 因为我是直接跟灵沟通 我就是直接会跟灵沟通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去庙里面 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就是用直辈的方式 因为发生什么事 只有在世 当事者最清楚 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 拍梦嘛对吧 然后还有这个求财的梦 然后还有那个如果你遇到连续做到恶梦的话 车祸的梦的话要赶快去庙里面拜拜 然后另外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征兆是有可能你梦到这样的情况 你会生重病 生重病啊 生重病这件事情 如果今天是受到灵的影响 你在先前的征兆里面 你就会一直在做恶梦 做不好的梦 举例我一直梦见有一只手在抓你 对或者就是你无法看到具体的人像一直在抓你 对或者是你看到自己一直走向一个黑洞 对这个梦一直在出现 其实你就要注意到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这个就是卡道的意思 第一个有可能你遇到就是比较 不好的厄运 然后一直有黑洞一直吸引你过去 就是你去思考就是阴跟阳一直在拉扯 对那这个时候很容易你的原层是弱的 那你很容易就是风一吹你就受寒了 然后或者是不小心你就跌倒这样子 其实我想到一个案例 就是之前老师有分享过 就是有一个阿嬷 你说那个阿嬷原本是什么 是肺癌死掉了吗 还是怎么样 就他在梦里面 他一直靠近那个小朋友 就让那个小朋友就 对对对 其实这个可能你可能 所以我觉得梦境不是那么单单一的 就是你要从梦境里面慢慢的去 跟我们在查病因一样 就是慢慢的需要去爬梳 去梳理 然后慢慢才可以找出来 那个小朋友身上的问题这样 确实 因为梦境他 所以梦境不是那么简单 对啊 因为人有专门在解梦的老师 对然后通常我的客人也会有 就是来询问他梦境的一个解惑 就是说他今天做了什么梦 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征兆这样子 都有这样子的客人 所以做梦这件事情 确实是有他的意义存在 但是也有人做了梦 隔天就忘记了 对啊我今天做了一堆梦 然后隔天想 诶我忘记了 对那其实他会让你记得 就是代表有事情 如果他让你忘记 那你也不用夸心去寻找出 就是你前面做了什么梦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让你忘记 那就代表没有事情 所以你刚才有讲到说 到底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梦里面 去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 或者是更谨慎 或者是能够更有效的去达到那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小部分 对就是梦境是一个小众啦毕竟 但是梦境他如果真的 在就反应灵学上面 灵学上面如果他真的就是 亲人有讯息要告诉你 这是最好的喔 这是最好最具体的 因为就是你自己梦到的 而且是最快的 亲人要告诉你们事情 那我们就要来问两位 就是两位神仙等级的 钟勋跟 没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就是过世的亲人 像你爸爸已经不在了 对 那钟勋家人都还健在喔 有有 没有不是别人一直在问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你们有没有就是 呃因为有此说法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讲的 就是说当你梦不到你的亲人的时候 代表说他已经去修行了 是 但是突然有一天 他们要回来跟你讲事情 然后呃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钟勋有没有 然后老师有没有 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 我先讲我的 我有两个啦 其实我后来我又想到一个 一个是比较特殊就是 呃我的一个 我叫舅舅啊 就我老婆那边的舅舅 然后他走了 但是突然我岳母就梦到他 然后梦到他之后一直喊我的名字 很奇怪 他跟我 我跟他不熟 我跟他真的 梦到舅舅喊你的名字 就是 他喊我的名字 为什么 我就不太知道原因 然后因为我跟他没有 老实讲我跟他见没几次面 然后他就生重病 然后就走了 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很疑惑 那我当然也去问神 然后他们自己也有去问了一些 他们在地的老师 那后来才知道说 那个他会喊的原因是 其实是一个讯号是 他说他没有搭上车 那我不知道这个搭上车的意思 哦后来我大概从灵学的角度 很可怕 他就是心有挂爱 他没有真的完全 放不下心 对放不下心 然后没有真的走 他说没有搭上车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某种程度有点 他有点迷惘 他自己讲 就是他们透过通灵的方式 后来有理解到 舅舅跟岳母讲说没打上 他一直喊我的名字 他就说 对他就有点说 站在门外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就喊我的名字这样 这是一个 那个时候你已经跟 东岳大帝 对我刚才也这样想 我其实一直都是幸福 但是后来我有 请示我另外一个老师 那老师有大概知道什么状况 他有帮我稍微解答那样 解答就是他没有搭上车 对对就是 而且他知道你跟东岳大帝 交情很好 对还有一个老师也是这样 为什么我这样问 私有缘 我刚才想要这样问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被信念到很好 说到这个 就是另外我有一个姑姑 她很早就往生 我没有见过她 然后你说到这个 她去修行这件事 我也觉得很神奇 在我阿公阿嬷 就是 就是我阿公还在的时候 然后他们突然就讲 提到这个姑姑 然后这个姑姑呢 因为我没有见过 那个姑姑是爸爸的姐姐妹妹 小孩 妹妹妹 我爸爸的妹妹 我阿公的女儿这样其中一个姑 我从来没见过她 因为她很像十几岁就走了 我爸爸知道嘛 然后后来她就突然提到这件事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怎么会提到这个姑姑 后来人家是不是以前古代都说 那种姑姑没有嫁什么 就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我阿公阿嬷竟然就带我们去 哪里你知道吗 可能当然是我们主公可能有给他指示 有告诉她说她已经去修行了 然后我们真的跑去蒂姆庙 南头的蒂姆庙 蒂姆庙 听说很有名 对对很大间很大间 就每个网美都去那边拍照 就是拍一个那个景色 其实她的 你有去喔 你有拍网美照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问啊 我们真的想说也 因为我们主公这样交代 然后我们也去那边拜他 然后还特别跑去蒂姆庙 然后就询问宝贝 我姑姑真的是在那边休息 那某种程度就像老师刚刚提到 他在告诉我阿公阿嬷 跟我们的这些他的亲人们 然后意思说他圆满 然后可能请我们不用挂爱 尤其是我阿公阿嬷 不味道你的心灵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的问题就是他去修行了 怎么又回来告诉我 没有我要问个妈公阿嬷 蒂姆庙是什么 蒂姆庙是什么 蒂姆庙其实它在 我的认知啊 因为其实我对蒂姆 我先声明我没有那么的理解 但是我理解就是那个天公地母蒂姆 然后它就是有点大地为母 大地之母 所以它的位阶很干脆 就像瑶池金母那种等级的 所以你可以去调解一下 马上来查一下 那间地母蒂姆很有名 而且很大规模很大 它的建筑就是选用的是 很特别的绿色琉璃网 也很多的那种 朱姆绿 很多的道教的人士 也会去那边做灵修 做灵修的事情 对对对 好那你刚刚要问老师呢 刚才的问题就是说 哎不过去修行了 那他有没有就是 可不可以再回来告诉我事情 对可以啊 可以就像这样子 对可以 他不是已经 他不会转世投胎走了 还会回来告诉你事情 其实今天也有客人问我说 转世投胎这件事情 对虽然我们不是神灵 我们只是在神灵旁边做事的人 但是要投胎转世这件事情 真的是跟神灵有关 我也不能肯定说 他是不是去投胎或是转世 但是呢他既已经去修行 他去他去修行 就是他去上那个学士班 那他可不可以回来告诉我说 哎我在学士班 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想要再更往上走一点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他在学士班里面 他修的不是很好 所以他被贬下来 也是都有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亲人去做修行这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放心 就是让我们慰藉 就是我们可以不用 为了这件事情挂心 就像你的爷爷奶奶对自己的女儿又没有结婚 但是他又能够走了之后又可以让他们安心 然后跟着神灵去修 这件事情就不用再挂心了 对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我们的亲人 是啊 对如果亲人都可以过得很好的话 那不管他在哪里 对我们都会是安心的 那你自己呢 对你自己有没有遇到什么 这个 我知道你想要问说像你爸爸有没有 比如假设他在另外那个世界 然后有遇到一些问题 他知道你现在有能力 像这种状况 还能不能梦得到 对啊 你会梦得到你爸爸吗 嗯 但我爸爸这个经验我讲白一点的 就是我想要让大家参考而已 就是你们听到我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我希望你们是参考 因为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慰藉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有请示我家的神灵 就是我爸爸他 我之前有分享过 因为他发生意外 所以他在往死城 可是因为我当初我个人的关系 我答应了观世音菩萨来 一辈子做这件事情 就是帮助别人 所以我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很多的功德 然后也花了很多的财博 去保释我爸爸 这样后来 所以他就跟在关圣帝君旁边修行 所以以我通灵的身份 我其实是看得到我爸爸 现在是在关圣帝君旁边的兵将 但他所以有办法 有办法跟你沟通了吗 他一直都有办法跟我沟通 但他之前在往死城就没办法 对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 那现在呢 因为这件事情 从三年到六年 到现在九年二十年 现在爸爸的身份对我而言 他就是神灵旁边的兵将 也就是说我再一次看到我爸爸的时候 他就是兵将了 那爸爸在我们的心里 他虽然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妈妈讲说 爸爸现在过得很好 但是如果是在我们家 我们就会说请关圣帝君帮忙 就是帮忙这位兵将 然后可以让他身份 位阶也不一样 对那我常常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我的信众同时建立目标 就是说神灵在修 人也在修 像我们每次去烧的一炷香也好 或者是做的一件功德也好 这些功德回向给谁 回向给我们的主灵 那我们的主灵过得越好 那相对的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越安定越稳定 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 如果是看不到的 或者是你想不通的 又有一个导师可以在你旁边帮你解惑的话 其实人生要过稳定 不管是求财 稳定桃花感情事业 其实都是要多方面去圆融的 就像你讲的之前讲的主上有德 是 然后只顿他又有福 对你看那个桃园 有一个宗词很大 这是吕秀莲他们家的 还有好多宗词 对 我记得以前跑新闻有那种五六千人一起记住 对所以你们应该都有看到 他们当官的人的宗词都是非常大的 好 我们刚刚要来回答一下那个帝母 哇 宗勋很厉害 就是天帝跟帝母对 天公 对 帝母就是农业之神大帝之神 其实就跟那个希腊神话里面的希腊 掌管农业跟大帝一样 很厉害 我来是东岳大帝的大帝子 就是刚好都有因缘 所以我刚好去了解一下 像肺纤维化就是细肺病 传统矿工的症状 就细肺病过失死掉 就是没办法呼吸 那因为我们家其实对生死这件事情 其实都一直看得很开 我连我爸爸在在世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爸爸有一天他不能 他已经插 那时候先插管才弃牵嘛 先插管然后他就匕首问我们说 你们大概去哪里 他在家务病房里面 然后我们就开玩笑的时候 我们大概比一个医师说 我们去看你的房子啦 然后他就笑笑的这样子 然后他就问说 我跟你讲他这段我真的觉得 哇那真的是很感人 他问我说那你妈妈 要不要跟我住在一起 我妈妈那时候还说 我买了 我要跟你拖走会 然后我爸爸的性命就有点沉下来 然后我妈妈说 买了 我要跟你拖走会 我爸爸就插管喔 然后你看看到我爸微笑 所以你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们家对生死啊其实看得很开 然后看得到两个夫妻俩 互相扶持那种感觉 一辈子这样 其实你知道吗 人到僵死你可以看到那种温暖 是 最纯真的一刻啊 真的很纯真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家对生死啊 后来都看得很淡 后来我妈妈就真的买那个骨灰味 夫妻塔 就夫妻塔 所以你现在去看我爸爸的夫妻塔 旁边的那个 红色的嘛 旁边是名字嘛 然后未亡人那个地方就会贴一颗兽塔 就是不会贴名字 很可爱 然后后来呢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我爸爸进去休息 我自己没有问啊 就很多人跟我说我爸爸去休息了 那你有梦见你爸爸吗 哎我跟你讲我 真的以前都还没有梦到我爸爸 都梦不到 其实有梦到我也觉得说呢 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梦到没梦到 就是我梦到 我爸爸永远就像 他在穿白裤子 因为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 你有讲趴里趴里 喜欢穿着 趴里趴里 很绅士 对趴里趴里 白色裤子 然后白色皮鞋 然后我爸爸是矿工 就是那种 然后我爸爸很想喝啤酒 就一个啤酒肚大大 然后永远看到我爸爸的时候 就是笑嘻嘻的 我从来就没有梦到我爸爸 直到有一天吧 就是我晚上在梦到我爸爸 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爸爸到哪里去了 我就梦到我爸爸 就穿着趴里趴里 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梦到的情境就是 我爸爸 我爸爸就是一个好爸爸 就是小时候六日 一定会载我们去 钓鱼啦 爬山啦 然后西边玩水啦 你看我爸是个矿工私底 受日本教育的人 他不会把爱 讲到嘴巴里 对 然后那整个过程里面 我最后我就 我就一直觉得 我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然后我爸爸的形象 他就是一个老先生 然后带我们到处去玩 开的红色小面包车 因为我们家是小台面包车 那个形象很鲜明 很清楚 然后我们整个过程都很快 就是很开心 然后你就 那感觉中你真的就是被他再到处去玩 然后山上玩 钓鱼 海边玩钓鱼 烤肉 西边玩水 在梦里面 玩得很完整 就感觉上是把我小时候去过的地方 全部再玩一次 最后就问我说 我后来就觉得 为什么我爸爸都不讲话 我就问我爸说 爸你现在过得好吗 这样子 啊我真的不行啊 我爸都没有讲话 然后 然后我就哭着醒来 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哭的人 然后我就一直哭哭哭哭到醒来 我醒来的时候哭到完全不能自己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爸过得很好 我就觉得说大家跟我讲我爸 那时候很棒 对 我真的觉得说我爸真的是完美 这件事情 我很少哭了 你看我平常在消 他就用留言在播曲那个 流量 订阅 没有是真的哭啦 我们赤华夫人这样一定要订阅起来 对要破一千 我要送慧琴老师要送他 我也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没梦到不一定是坏事 应该这样说 对 就是我们人都在心灵里面 不管是宗教也好 或是生活 亲情 爱情 友情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梦境里面 也是充满着亲情 友情 爱情 对 那如果能够在梦里面 可以让你再回味一次 这样子儿死的回忆 那是多棒的事情 真的很棒 所以你爸爸真的是一个 非常有父爱的爸爸 是啊 对 然后在你们的心目中 他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父亲 那是不是也刚才印证了 我们第一句讲的话 就是他抚慰了我们的心灵 对 对他确实真的是 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再拥有爸爸的爱 就是在我们的梦里面 所以其实我想要下个注解 就是说我们一辈子不用做到多有钱 多成功 干嘛 我们只要做一个会让人家怀念的人就好了 真的 最后的误解 理解 对 那钱要继续赚吗 要 因为你有钱才能够帮助 我必须要讲 钱 你有钱以后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讲真的 对 那我们就相信爸爸就是修得很好 当土地公 这件事情 没有一直在守护着你 金瓜石的土地公 我们改天可以去探索一下 好不好 搞不好 对 好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谢谢志华给我们分享一个 这么温馨的故事 这么温馨的一个故事 那我相信你爸爸现在一定也是过得非常的好 也一直在照顾着志华 那志华这么真情流露 这个我们订阅啦 对 对 镜头前的所有朋友们 如果你有感人的故事 你也可以跟我们说 对 也欢迎大家一起留言 我觉得这个感人故事 可以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大家 如果我们可以开个特辑 念大家的故事 如果你有相关感动人的故事 在我们IG留言 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好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